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四个月前 让我们都气到吐血的牧师母女最新后续 今年5月26号 在一家烤肉店吃饭的牧师母女 因为隔壁位置坐了几位老人而感到不愉快 就开始满嘴脏话 侮辱、威胁、恐吓烤肉店老板的录音被曝光后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而不只是这些 这对牧师母女还在网络上反复预约取笑餐厅 一颗心评价供给烤肉店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甚至还以违反感染病管理法举报了烤肉店 不过这个部分 因为Den有设立隔板等没有违反防疫规定 所以并没有得到任何处罚 然后在9月26号 警方以恐吓、威胁、民运毁损、业务妨碍等四个嫌疑 将牧师母女移送到检方了 不过从警方调查到移送检方 花了将近四个月的理由是因为 在调查途中 牧师母女觉得警方的调查非常不公正 偏谈烤肉店老板 所以就要求了调查官变更申请 因此整个事件又从最初开始重新调查了 烤肉店老板对媒体表示 到现在为止 牧师母女也没有过道歉 或者是要求和解的联络 只是委托了法律事务所来对应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耍无赖的这两人又要求重新调查 真的是证明了他们比垃圾还要肮脏 不知烦行又无耻的人 真的要强烈的处罚才可以 到现在为止会有多少餐厅遭到这种事情呢 真的应该要杀一金板 要好好查一下 委托律师的钱是自己拿的 还是用了教会的钱 才死16个月大的穷婴的那个女人 也是牧师的女儿 也是基督教家庭 真的是只有我们国家的教会会这样吗 我会继续更新这个事件的 下一个消息是 查尔努的粉丝们应该会很忙 为什么呢 因为为了拿到海报要去买唇彩 为了得到贴纸要去药局买感冒药 既然都去了药局 就顺便再买个青春毒药 这也是为了得到贴纸 要买光药局 为了参加签名会 还要买个K-SWYS的鞋 查尔努一架 哇好特别 一定要拿到努力去洗衣服 为了得到卡片要买光卫生棉 为了得到卡片 每天都要吃卖片 为了乔努预付卡 努力要花钱 哇竟然还有乔努签名吹风机 买买买 为了参加乔努粉丝见面会 换手机 换换换 买矿泉水也送卡片 喝喝喝 买炸鸡也送卡片 随机发送 买买买 哇这家卡片也太漂亮了吧 买光乌利比云 酱油 每天都吃酱油拌饭 香水 每天吃酱油拌饭身体会有酱油味 买买 乔努的脸就是个才能 哇不是 大部分的广告都有卡片 不过那个一家真的很特别 真的是拍了很多广告 他呢路人也会喜欢 形象也很好 所以广告主们也会喜欢吧 好羡慕粉丝们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海埔男团队长们惊人的共同点 共同点就是 酒窝 Ni分穿文 Tumoro by Together Subin Seventeen S Coups Nuist JR BangTan苏年蛋 RM 淀粉少年团 Tum Tumore by On Tumore byying Tumore by Eventeen S Coups Eventeen S Coups K